大家好,我是喜欢说真话的Tiger 前段时间,Redmi正式推出了K50电竞版 正式掀开了K50宇宙的序幕 在Redmi K50电竞版发布会上 卢伟斌说 K40系列成功喊门一整年 这话听着有点大了 不可否认的是,去年的K40卖的脆失火 全息销量累计突破了1000万 即便是在K50电竞版发布之后 K40现在依然卖的风生水起 不可否认的是,去年的K40卖的脆失火 不过电竞版毕竟只是电竞版 大家都知道,相对于K50宇宙来说 它还只是前菜 如今快一个月过去了 真正的大菜,红米天机旗舰怎么还不来呢 大家稍而无躁 3月10日,Redmi终于宣布 将于3月17日召开新品发布会 带来K50旗舰系列 Tiger瞄了一眼 果然,Redmi的slogan还是那么接地气 直接就叫,很超想象 大家一定和Tiger一样好奇 超想象在哪? 配置吗?还是价格? 咱们一起来看看 先来看看机型 如无意外 发布会上将会有三款新机和我们界面 分别是K50 K50 Pro和K50 Pro家 Redmi K50系列在预热时 也对新机的外观进行了曝光 从图片来看 影像模组部分 使用了大框包小框在包小圆的设计风格 镜头呈三角形排布 整体和之前网传的渲染图基本一致 你别说 这影像模组还有点像爱哭泣 根据爆量 K50 Pro家将会使用一颗 一亿像素的镜头作为主摄 这点我们把预热图拉量一下也能确认 至于具体型号 有说是三星HMX的 也有说三星HM2的 反正两个传感器的参数都没有太惊艳 希望轰米能打磨出惊喜 中背和大背这边传言称 Redmi K50会使用4800万主摄 加800万超广角 加微距组合 K50 Pro则会使用4800万主摄 加800万超广角 还有一颗镜头暂时不知道具体作用 Redmi表示了 这次K50系列就是豪横 这豪横的自然是最核心 也是大家今年最关心的处理器了 三款机型分别为 骁龙870 天机8100 天机9000 其中 K50系列上最瞩目的 莫过于将搭载天机9000的超大倍版本了 据爆料称 Redmi K50 Pro加将搭载 联发科天机9000处理器 太极电4纳米工艺制程 ARMV9全新架构 主频最高达3.05GHz Antu2综合成绩破百万 这颗芯片的期待值有多高 相信不用Pyger多说 不管是性能还是各项指标 都属于一线水准 卢总说了 遥遥领先的台极电4纳米工艺 这句话值得细品 关键是 天机9000使用了全聚能效优化技术 能够把耗电发热好好压一压 另外 超大倍机型搭载了 3950平方毫米的大面积散热材料 且为电竞板通款的新一代不锈钢VC 卢总还汇报了一波天机9000的实测数据 以小时原神帧率拉满 极深温度46摄氏度 虽然这大概率是在飞高画质下测出的结果 但我们回头再去看一下 搭载骁龙8的K50电竞板 当时发布时的官方数据 30分钟57.25帧 44.1摄氏度 别的不说 从占媒数据来看 天机9000的功耗还真的比骁龙8要出色的 不过 目前真正搭载这颗芯片铁已发布的机型 也就只有OPPO Find X5天机版一款 而且还没正式开售 所以天机9000到了用户手里 是不是真有那么神 Tiger觉得还是得打上一个问号 其次 作为大辈的K50 Pro 则将搭载天机8100芯片 主频最高达2.75GHz 采用台积电5nm制程 安兔兔跑分82万 甚至比骁龙888还强一点 但是 根据相关参数显示 天机8100的功耗 只有骁龙870的水准 这确实有点东西 所以 作为联发科的次旗舰处理器 天机8100也是有不少小伙伴期待 至于作为小老弟的K50 虽然搭载的不是最新的处理器 但骁龙870在多个方面看来都比较均衡 毕竟是去年的爆款新 实力还是在线的 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 K50 K50 Pro K50 Pro家 三款机型所搭载的芯片 几乎都是目前口碑最好的处理器 屏幕部分 有数码博主爆料称 这次Redmi K50系列 均采用中置挖孔的OLED柔性直屏 此外从相关的跑分截图来看 推测超大杯将会用上2K分辨率屏 也就是说 大家要的2K直屏 这次有了 爆料博主甚至表示 这块屏幕某些参数比小米的好 这不不得干翻小米 不过嘛 这块屏幕预计只会在超大杯的 Redmi K50 Pro加上出现 标准版和Pro可能就没有2K了 具体还得等官方消息才能确认 点池部分 从入网信息来看 K50和K50 Pro 使用的是5000mAh加67W的组合 K50 Pro加则追求更快的充电速度 为4700mAh加120W 对了 从之前入网的信息来看 这次的K50 Pro加将会有12加512GB的版本 虽说目前关于K50系列的爆料 还是属于比较零碎的阶段 但按照Redmi惯有的预热节奏来看 未来一周时间 官方还会放出不少猛料 价格方面 与Redmi的风格来看 Tiger猜啊 价格应该还是不变 隔壁OPPO的首发天玑9000 卖5799元起 若Redmi K50 Pro加的价格 真的和K40 Pro加一样 还是3699元起的话 无疑将成为性价比最高的 天玑9000手机之一 大家希望Redmi这次 能把天玑9000干到什么价位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